现在这是兰花新芽的快速生长期 这个时候经常会有花友发现自己的兰花新芽浆苗 而造成新芽浆苗的原因是很多的 比如了土壤酸碱度不合适 难根或者是不长新根等各种原因 其实还有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 也是很多花友容易忽略的 那就是空气湿度 我们都知道兰花呢 它是一个喜欢高湿度的养护环境 特别是新苗生长期 如果湿度不足 那么它很容易停滞生长 严重的话还会容易造成胶尖 或者是植株干枯枯萎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它的生长期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湿度 在南方地区估计还好 但是特别是一些北方地区 天气比较干燥的 就一定要及时蒸湿 蒸湿除了要盆土及时补水之外 还要经常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 当然经常喷洒水物的话 可能效果达到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给它在盆土底部放一盆水 然后用砖块或是用木块把它垫高 将南花盆直接放进去 让盆土底部有水蒸汽来 起到一个蒸湿的效果 当然除了要保证湿度之外 在新苗生长期还是需要用肥的 特别是现在天气变热 如果大家不懂湿肥的话 最简单的湿肥方法就是在盆土里面 撒上好康多款式肥能够补充 新苗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养笨 又不容易烧描 好了 本期就分享在这里 我们下期见